YO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馬桶的故事 第一眼看起來就是一個裝在鐵架裡面的馬桶 這本身已經很莫名其妙了對吧 仔細一看這東西上面還有炸彈前面會有的炸彈引信 還有後面裝備的尾翼 那為什麼會有馬桶會需要裝這些東西呢 那我們就來聊聊美國海航部隊對抗軍方高層官僚體系的一次精彩操作 執行這項秘密任務的 是大名鼎鼎的VA-25 美國海軍第25攻擊中隊 VA-25要說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海航部隊可以說是一點不誇張 它的前身是VT-17 魚雷中隊 在1943年參與了對拉鮑爾日本空軍基地的攻擊行動 並且陸陸續續攻擊了日本本土 琉球群島以及沖繩群島等其他大大小小的日本基地和艦隊 最後在1945年4月7日以數枚魚雷命中日本艦隊旗艦 俗稱海上飯店的戰艦大河 並贏得艦隊之權的響亮名號 1961年3月VA-25參加了打擊北越的軍事行動 美軍高層制定了作戰計畫 要求每一個攻擊機隊需要達到一定的出勤次數 然而前線的戰況不穩定 加上彈藥量供應不足 很多情況根本沒有彈藥可以出勤 但是你如果不出勤的話 華盛頓又會覺得你是不是軍中籠原 對於基層作戰官兵來說這些要求根本就不合理 所以決定要來苦中作樂一下 把即將被丟到海裡的老舊馬桶裝在A1H天襲者的記憶下 準備給越攻一點 接下來就來聊聊怎麼製作馬桶炸彈 學會了你也可以在家裡面做一個非常安全的馬桶炸彈 首先你需要一個馬桶 在這邊任何一個馬桶都可以 接下來你需要選擇你想要飛的飛機 並確定你的這個記憶載點 再建造一個專屬的馬桶架 這個馬桶架需要固定好馬桶 確保在飛行的時候不會造成不必要的震動 導致記憶解體 同時在架子的上方需要連接掛載的連接裝置 這樣你在投擔的時候 才有辦法成功使用馬桶攻擊敵方目標 造成Emotional Damage 同時未來要精準的使用馬桶炸彈 你會需要在炸彈的後方 裝上穩定飛行的尾翼 以及引爆炸彈用的引信 在當時一架戰術編號為N1572的H1 被選定為馬桶炸彈的載機 這整個任務由海航飛行中隊的隊長 克拉克倫斯少校所策劃 他並沒有把這項最高機密的 心戰任務呈報給上級 為了保證飛機可以順利起飛 飛行員以及地勤人員大費周章的 在飛行甲板上面裝盲 運用大批龍員擋住航管員的視線 在572號機順利彈射之後 航空指揮塔立刻痛罵 572號機你右翼下方掛那什麼鬼 然而飛機已經升空 沒有辦法造回執行轟炸任務的戰轟機 美軍航空隊成功的把馬桶投到北越境內 那這就是整個馬桶炸彈的蘭龍去脈 那如果你喜歡聽DBS講故事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再見 再見 如何 感谢观看